警察让傻子咬住一颗苹果 等调整好角度后 一脚踢出 傻子被吓得瑟瑟发抖 但显然 他们做的都有些多余了 想要让一个智力低下的人认罪 你只需要给他一份认罪书和一台印尼 他自己就会乖乖地玩起来 等按下认罪书后 警方便迫不及待地带他还原现场 也就是在这里 一个女孩惨遭杀害 身体一种诡异的姿势趴在了栏杆边上 现场没有太多线索 警方只找到了一颗球 一颗阿伟经常玩的高尔夫球 不需要过多的验证 因为在警察心里 阿伟一定就是那个凶手 为了怕他不够想 警方还会贴心指导 确保在还原现场时 他举起的沙袋能精准打到假人 被带上楼时 他还会笑着和众人打起招呼 或许长这么大 也是头一次有这么多人陪他玩 在一次次的动作纠错中 阿伟这才成功将假人放对了位置 群众们深信不疑 可只有母亲在急忙发着传单 试图告诉人们儿子根本不可能杀人 然而 大家不是拿着当扇子用 就是放头顶上挡太阳 没人关心着阿伟是不是真的杀了人 看来想要帮儿子脱罪 还是得从源头上想想办法 于是母亲来到灵堂 在宽慰死去的女孩时 更希望得到家属们的原谅 可惜迎面而来的 却是对方的发泄 以及一个大大的巴掌 母亲明白了 看来求人还是不如靠自己 于是她花重金聘请了的律师 本以为事情会有所改善 没想到当律师询问案发经过时 阿伟却在不停地揉搓太阳穴 而这种思索回忆的方法 只会让律师感觉更加滞涨 随后想都没想就离开了 然而母亲也并非一无所获 等律师走后 阿伟急忙吵着就要见大壮 还说高尔夫球就是大壮给他的 原来 大壮是阿伟的好朋友 是唯一一个愿意和他玩的朋友 两人没事的时候 就经常会到高尔夫球场捡球玩 每次离开后 阿伟兜里总能装着满满一堆 可是 只有母亲才清楚 哪有人会愿意陪一个傻子玩呢 其实大壮是母亲雇来的混混 是花重金给儿子聘请的玩伴兼保镖 虽然对方还算称职 不过大壮总有个毛病 那就是每次犯事后 总会把责任推到无法反驳的阿伟头上 那有没有可能 这凶杀案原本和大壮就有关系 结果又被大壮栽赃到了阿伟身上了 母亲越想越觉得靠谱 于是她立马又找到律师 希望律师能去调查一下大壮 可对方却只是说 别这么麻烦调查了 以我的能力 你家傻儿子仅仅只需要待四年 四年也只是一眨眼就过去了 母亲想要继续争取 但只对金迷的律师 丝毫就没听母亲再说什么 也完全不在意一个底层人的困难 没有办法 母亲独自一人前往了大壮家中 趁着对方外出时 偷偷开锁就溜了进去 可还别说 经过一番搜索 果真在衣橱里找到了一根带血的球杆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大壮却突然回来了 幸好母亲躲进了衣柜里 这才没有被对方发现 不知过去了多久 等大壮缓缓熟睡后 她才敢一点点地走了出来 而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母亲刚想卖过一瓶矿泉水 结果 矿泉水猛然倒地 流出的液体正向指尖缓缓靠近 好在 在大壮苏醒前 母亲还是成功地溜了出来 她很快到了警局报案 可是经过调查后才发现 母亲这完全是搞了个乌龙 大壮拿出了一段录像 里面是她和女友玩游戏时的视频 而球杆上的也不是什么血迹 只是女友亲在上面的口红印而已 母亲瞬间有些惭愧 但大壮似乎并没有打算放过她 到了晚上 大壮赖在母亲家里打扑克 说什么也要一万块的精神损失费 母亲没有犹豫 拿出了仅剩不多的积蓄给了她 可看着失落又无助的母亲 铁心肠也难免有些软了 于是她提醒说 与其像只无头苍蝇的乱肘 倒不如去查查女孩的背景情况 因为据我听说 这个女孩可是一点都不减点 而且你仔细想一想 一般凶手杀完人后 在天台上直面村庄 就好像凶手希望所有人 都能发现她的秘密一样 有了大壮的提醒 母亲很快便对女孩展开调查 而在一个个的走访中 果真在其闺蜜处有了重要发现 只听闺蜜说 这几天总有两个孝爸 在找女孩的手机 虽然不知道手机里有什么 但肯定是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母亲一路尾随找到了孝爸 可单靠她一人肯定不行 于是在给了大壮一笔钱后 一切都解决了 根据孝爸所说 其实他们找手机 完全是为了删掉里面的照片而已 因为谁也没想到 表面看似乖巧的女孩 背地里却是十分的阴暗 女孩一年里交往了366个男友 并且每交往一个 就会找对方索要一袋大名 起初大家都以为 是因为女孩家里太穷 要大名也不过是缓解奶奶的生活压力吧 不过男友们只猜对了一半 在每个人的交往中 女孩都会偷偷拍下照片 以此进行后续的长期勒索 想必这才是被人惨遭杀害的关键 母亲似乎看透了一切缘由 她当即找到了女孩家里 只要能找出手机 说不定就能挖出凶手的照片信息 而也就在这里 母亲碰到了女孩奶奶 在连哄带片并给了一笔钱后 终于是找到了女孩被藏起来的手机 可是 这么多的照片 到底谁才是凶手呢 母亲拿着照片一一和阿伟比对 也就在看到一个老头时 她突然有了些反应 阿伟依稀忌 在案发的夜里 她原本是顺着小路回家 女孩就在她的前面走着 或许是有些感到害怕 女孩突然躲进一旁小屋 示意着阿伟不要再尾碎她 等阿伟走时 刚好看到一个老头也在附近 而这个老头 正好就出现在了女孩的手机里 母亲对她也不陌生 这人是村里回收废品的 所以找起来也是十分容易 于是她假装成福利院的义工 趁机接近老头想要挖出证据 看着对方谨慎的距离 母亲只好拿出看家本领 准备给老头来套全身针灸 或许是有被感动到 老头的话匣子也是越聊越深 甚至在这时 她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秘密 在案发当晚 她确实是待在了旁边的小黑屋里 原本只是想在这休息一下 谁知此时一个女孩路过 就好像碰到坏人一般十分害怕 而在她的身后 正是鬼鬼祟祟的阿伟 只听阿伟开口说 其实这句话也没什么 对于智力低下的阿伟来说 她只是想和人交个朋友而已 但是 这话到了女孩儿里就不一样了 只见女孩扔出一块石头 试图吓走要交朋友的阿伟 原本阿伟也没理睬 谁知女孩又继续骂了她一句白痴 仅仅是一句话 瞬间就引爆了阿伟的内心 因为她生平最讨厌的 就是被人骂作白痴 于是阿伟想也没想 捡起石头又给砸了回去 而也就是这一下 郑重女孩头部 女孩死后 阿伟突然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她想打给谁 但是又不知道能联系谁 在反反复复过后 终于崩溃了 阿伟把女孩拖到了天台 因为在她的认知里 站得越高才能被人越早发现 才能更好地让女孩获得救助 只是 当母亲听完老头的讲述后 整个人都变得激进疯狂 她怎么能想到 自己坚信无辜的儿子真的是杀人犯 又怎么能想到 自己苦苦寻找的凶手 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位目击者 母亲有些不敢相信 可谁知老头又说 她亲眼看到阿伟在杀完人后 做了一个揉搓太阳穴的奇怪举动 这下母亲是真的彻底信了 不过这个真相 警方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因为老头也不会想到 这位义工正是阿伟的母亲 就在老头背对之际 母亲竟抄起锤子 一锤就砸向了对方的后脑 怕她死得不够彻底 还疯狂地补上了几下 然而等疯狂过后 更多的却是对眼前的恐惧 事后 母亲拼命地清洗现场 可不论怎么洗 也抹不掉深渊给她带来的凝视感 索性 那就一把火全烧了吧 随着大火一点点吞噬 母亲的秘密也被烧毁在了这房间里 原本她已不报希望 但谁知警察却突然找上门 还说他们抓到了真正的杀人犯 可是母亲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因为知道真相的她 只剩下了对杀人犯的愧疚 果然 新的犯人和儿子一样 也是个智障 只是不一样的事 对方无亲无故 注定再也没了出去的机会 母亲一句话不敢说 或许只有她的闭口 才能为儿子换来出狱的机会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母亲再也没见效果 恐怕只要看上儿子一眼 她总想起那陌生又罪恶的自己 于是母亲做了个决定 那就是将阿伟托给大壮照顾 自己则去外地旅游一阵 想必通过缓缓心情 罪恶感也就能少上许多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出发前的一刻 阿伟竟掏出了一个罪恶之物 原来在她出狱后 刚好和大壮路过老头的废墟 在几人停留过程中 阿伟发现了这套被母亲遗留的针灸盒 她还给了母亲 却也将罪恶都全部清还 现在好了 即便是待在热闹的大巴车上 母亲却始终逃避不了内心的挣扎 于是母亲做了一个决定 她抽出银针 扎在了一处 可以忘掉一切烦恼的穴位上 或许有的时候 当个傻子也挺好的 和在油线弹部分 和的厚市也公布 不费非常悶 以举方道家 无论 我们 República 至于 меч 我们派到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